小贵 小贵过来了 刚刚我吃饭的时候看到他了 小贵 小贵 因为我那个竹屋不够材料 然后叫我汤哥 帮我去拉那个竹子 严重超过了预算 本来那个竹屋没有那么大的 然后扩大了 没想到扩大到8米2了 哈哈哈哈 又少差不多一吨材料 他们先去拉了 我汤哥 他不怎么喜欢说话 先在这里过一下棒 这个车到底有多重 然后去到那里直接上锅 然后再过一下棒就可以了 老板 丢了老板 走了又出发了 这个是刚刚 过棒的单 然后花了10块钱 到了到了到了 咱们先下车 这个老板过来了 咱们先把这个竹子锯好了 然后再上车 这样就比较方便了 好൉了 在这里是2米6 2米6 3米3米9 3米3米9 3米9 我再 doğ一只 5米9 3米9 2米9 3米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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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啊 这样就能输到多少米呢 3米2 3米2 准确的 确定 那多少 你那个是3米6还是2米6 3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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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3米5的话123 3米2 我就在最里了 应该还找 差不多 木头 对 3米2 这个应该是很紧 再清水一点 该把你搞出了 我说吧 那就搞到了 没有 但是那个 鱼的那个 进去了 进去了 你不搞多几条 到时候回 下来你 算多了 到时候又炒几条你就麻烦了 到时候 就麻烦了 本来我还以为 我要带 我都要自己带电鱼过来的 没想到不用 好了 咱们就继续过一下棒 我给你搞过来 等下这个麻烦了 先走了 大家 小心一点啊 慢一点啊 我在那里过棒等你啊 咱们先去过棒 哎 小灰 差点忘了小灰 好了 咱们先下车 过棒 一共是580 好了 咱们先回去了 走了 大哥 走了 回去了 记得看我视频啊 回去了 大哥挺爽快的 咱们把这个材料卸下来 等下就回去 喂 小女儿敢骂了 看我媳妇打电话跟我说 来来来来 好好好 这个竹子应该够了 现在 这次花了580 上次是一千八百次 下午他们再抬过去 因为刚刚媳妇打电话说 我那个小女儿感冒了 咱们先带她去医院 走了